芬蘭的奧盧是離北極圈比較近的城市 過去是Nokia的重要研發中心 有相關的科研人才量能 也讓這座城市成為芬蘭的科技火車頭 當全球在推廣5G的時候 這裡開始布局6G 這樣的創新研發生態鏈 也吸引了許多的國際大廠 包含臺灣的廠商在內 要來奧盧爭取一席之地 當全世界都還在努力落實5G應用時 離北極圈最近的芬蘭城市奧盧 五年前就已經開始放眼6G的未來 奧盧大學的博士研究生 展示6G的實際應用 過去得花不少時間才能完成的3D建模 現在透過手機拍攝的現場畫面 以機器深度學習系統結合6G 渴望找到最佳解決方案 奧盧成為6G的領頭羊 原自這個北極圈發展最快的城市 向來是科技重鎮之一 曾經的手機龍頭Nokia在這裡設立研發中心 Nokia退出手機市場後 留下了科技人才能量 吸引許多國際廠商到奧盧射點 臺灣的聯發科就是其中之一 這就是我們的新研究室 我們正在建立研究室 所以我們做了一些測試 這裡的測試器 其實很多都已經在這個領域 耕耘了二十多年以上的經驗 所以很豐富 所以他們進來我們公司之後 就開始參與我們的4G 跟後來的5G的產品研發 對於我們能夠推出很有競爭的產品 有相當不錯的貢獻 人才就是競爭力 奧盧有芬蘭產官學界 請盡全力支持 用共同合作的大項目 如6G願景來打造 維持科技層優勢的生態系統 所以他們能夠提供所有的大項目 所以他們能夠提供所有的大項目 然後全部都在歇歇歇歇 不太大人的群組織 所以我们必须试试 孩子们 那些技术是有趣的 专门或未来的未来 我们开始合作 从学校的学校 人们也有十多年代 这是我自己的路 六G準備在二零三零年 正式上路 但要達到商業應用 還必須要克服操作超高頻段的技術 制定共同標準以及永續環保的挑戰 各國都卯足進行搶得先機 芬蘭奧盧這幾年 則透過與各國不同相關單位合作 希望不只贏在起跑點 也能在終點 效盈六G世代的勝利 記者陳旅羅盛達芬蘭採訪報導